字幕提供 阿琳,這些剪品會否保存起來難度也挺高? 其實會的,因為每逢這些文物 其實他們入肚子很久,一直都沒有接觸空氣 其實一出肚子就會很容易氧化 其實這一類的文物一定要調校好一個博物館的溫度 不可以讓我們碰,你看到很多都是有玻璃圍著的 剛才我們看了一些圖用的,其實那些全部都是彩色的原本 但因為出土的時候氧化,現在已經只剩下一種啡色 就會沒那麼漂亮,但總好過完全沒有了 所以其實對於這一類的文物,我們一定要好好保管它 所以如果我們不好好保管這些中國有歷史價值的東西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館可以成立到,對不對? 是啊 其實我看到這麼多的剪品,我發覺很多都是陪葬品 是啊 你會不會聯想到這些東西? 會啊,好像這裡,我們就看到一些塔 這個其實是一個遼望的樓 遼望堂 然後其實可以看風景各樣 就可以想到跟我們現在的情況差不多 是啊 我們有時候,如果我們燒給一些新人的一些東西 可能是燒大屋啊,靚車啊 這樣 是啊,好像他們兵馬俑那樣 你不發覺好像我們現在的小姨子有些妹仔啊 或者一些大屋啊,車啊,甚至一些的用品 可能一手是電話也有,DV camera也有 你不發覺現在其實,我隨著歷史呢 我發覺其實我們人類開始去改變 其實都是由歷史演變出來 以前用糖,現在用紙 沒錯,以前就直接陪在他身邊 現在就燒給他 燒給他 因為燒了就給另一個世界的另一個狂 不過也很好的,我想是一個 就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相信五個宗教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認為我們都是求個安心而已 中國人來說,對吧 就算行不行也好 我認為對自己先人 就算古代君主也好 他們都是對一個敬意 尊敬 沒錯 阿林啊,你知不知道我們 我們在藝術方面 有分加和減的藝術 我當然知道 其實加的藝術就是 一些很正常的畫畫 那類 而減的藝術 通常是一些雕塑 雕刻 對 其實我們中國在雕刻方面 都很有研究 對,有時候看到一些器皿 雕龍、鳳 雕到許許如神 對,我記得我上網 在討論區上面 看一些有趣的圖畫 我見過他們 將一些冬瓜 就算是煮東西吃 他們都很喜歡雕刻 對 用刀的雕工很仔細 所以用來中國人方面 對雕刻方面 是很有研究 很尊嚴的 而且都是特別漂亮 而且他們畫的雕刻 很有色彩的 全部都是中國特色的東西 你有沒有印象深刻 你覺得中國特色是甚麼 中國特色 最印象深刻就是龍 沒錯,龍 還有蓬 還有一些蓮花 你看很多這些東西 是很有中國古代的氣味 所以我們 一定要多留意一下 我們這方面的藝術 還有要繼續延伸下去 發揚光大 是的 我們來到徐展堂 中國藝術館另一邊 就是一個 叫做 屬於西藏文物的 一些展品類 嗯 那阿嵐 這方面的東西 我不是很熟的 那不如 你跟我說一下 好嗎 我可以跟你說一下 一些關於西藏女性 其實普天之下的女性 都是探靈的 不要這樣說 可能只有你而已 哈哈 不是 又不是 有文物為證 這次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西藏的一些女性 她們要的漂亮 不是在化妝上 而是在服裝上 是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頭飾 其實她們的頭飾 很多一些手織的花紋 這些是她們的一些手工藝 也是做得很漂亮 而且她上面 因為當時 沒有我們現在這麼多 一些小豬 那些裝飾品 她們就會拿一些小的石頭 嗯 將它染了顏色 然後再貼 貼成一些花 貼貼貼 貼貼貼 對 就會做了她們的頭飾 一些裝飾 嗯 我看到她們很特別 拿了一些馬露 那些馬露 類似的 屬於水晶類的東西 就是做裝飾 是的 她們會不會說 其實這件事是為了什麼 好像現在的女性化妝 是為了吸引男性而做的呢 其實也不會說是吸引男性 有時候 其實女性扮娘 可能真的想自己 更加吸引 對 看上去漂亮一點 不一定要吸引 是的 我們相信 就算哪個時代女性 都想自己達到這麼要求完美 對 其實我相信男性都是一樣 只不過你們不是用一些飾品 是嗎 而是你們可能會穿一些特別好看的服裝 嗯 嗯 又被你繞到 哈哈哈哈 哈哈